随着时代变迁,驾驶电动车的民众是越来越多 市议员郑淑芳就指出,桃园市充电站数量只占全国5.5% 在六都垫底,对此交通局回应 已经获得环境部2亿元的补助经费 明年将建置更多的充电站 随着时代变迁,加上环保意识抬头 越来越多人选择电动车 不过桃园市公有停车厂电动汽车充电桩 只有约130只,数量不足 市议员郑淑芳总执询指出 桃园市充电车挂牌数占全国8.4% 但是充电站只占了5.5% 在六都垫底,呼吁工部门加紧设置充电站 其实这个充电桩是明年才开始大家一起来竞争了 以目前来看各都各地 都是民间业者自行建制的一些少数的充电桩 目前中央公务总局跟环境部分别 在下半年提出了补助计划 本市也融获了环境部的2亿多的补助经费 我们即将在明年年初就可以开始 郑淑芳呼吁桃园打造全台充电最友善的城市 他建议利用工有停车厂大规模设置充电站 也要设置快速充电,并成立辅集窗口 盘点各局处资源与充电网络规划 像交通局啊,我们可以各停车厂鼓励他们 那我们的经发局啊,像我们的加油站啊 商圈光工厂也必须要有一些便利性 甚至我们的一些公务局养工处公园的部分 也可以考量看看有没有机会 还有我们的管理局甚至要用低碳的旅游 电动车来实施 响应全球趋势,台湾订定2050年近临排放目标 明代呼吁工部门妥善设置充电站设施 带领民间转型